记者陈欣于新北报道,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今天清晨四点合体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志,媒体发现苏贞昌眼球出现血丝,苏贞昌回应,因为今天一大早就在万大陆菜市场和鱼市场拜票,清晨五点就起床,从早忙到现在。 苏贞昌今天下午到绿营铁票区三重,与市议员陈启能一同合三重,卢州区一百位李长,李长参选人及警友站站长座谈媒体询问苏贞昌,清晨就出门,一路到晚上七、八点还有公开行程,会不会觉得有点累? 苏贞昌说,不止七、八点,现在判命拉票,希望争取到为新北市民服务的机会,更说看到现场有一百多位李长,觉得非常兴奋和温暖,让人更有劲和各界互动。 媒体也好奇,清晨陪同苏贞昌扫街的幕僚,下午没有现身,苏贞昌说,自己是候选人,所以要更努力,也都有让幕僚们轮休。